我頭髮長好長喔 嗨 我是劉仁 今天這集非常特別 因為是由觀眾所提供的主題 防疫外帶壽司開箱 這個主題交給壽司愛好者 我本人來執行准媒體 絕對不是因為我自己想吃壽司 才決定要拍的 為了大家想看我才拍的OK 這次挑了大概八九 我家連鎖壽司 這次挑了大概八九加連鎖壽司 這次挑成了大概八九加連鎖壽司店 原本是想要一氣喝成拍成一整集 直接來個壽司馬拉松 後來想一想還是決定分成兩集 一個是輕奢篇 一個是平價篇 那這集呢就是輕奢篇 價位大概是五百元以上 九百元以下的這個區間 那麼我們就趕快開始今天的企劃 いきましょう 第一家要來吃的是我的寶貝美丹咧 看起來就是店裡那個招牌的板前壽司 我很訝異它外帶沒有比較便宜 然後沒有味噌湯也沒有沙拉 因為它內用手洗是有附這些東西 先來吃海苔軍艦雙飽 OMG我最愛的海膽 超甜 海膽的鮮甜就在你口中爆開 濃郁又綿密那個海膽的口感 OMG 再來是一哭啦 一咬下去鮭魚軟 啵啵啵啵啵啵 那個鮮甜的海味直接湧現 其實我不太喜歡鮪魚蔥花那個碎 因為我是會把喜歡的東西留到最後的人 我知道有分兩派 一個是喜歡的東西先吃 一個是喜歡的東西最後吃 第下一種 原來它上面有蔥花鮪魚泥 但它本人是包整塊鮪魚的耶 就是有蔥花味配上很細緻的魚肉的口感 再來吃鮪魚卵昆布 黃色鮪魚卵中間包了一條昆布 耶 人如其名 中間的昆布其實咬不太出來 但是有多了一個海鮮的味道 我剛才拍辛曼特寫的時候 它直接 比在店裡吃的時候小片 美登利的特色之一 就是它的魚肉都用得很大方 醋飯已經算是蠻大塊 魚肉又超出那個本人這麼多 就是你通常一口把整個醋飯咬進去之後 還會多出一大截的魚肉 一整天吃不完 吃麥也好好吃喔 是不是細到你吃不出來 魚肉非常細緻 一份裡面有兩個鮪魚中腹 只是它的部位不太一樣 一號中腹 鮪魚中腹就是好吃 只是我還是不太喜歡咬到筋的感覺 By the way 美登利副的wasabi 是真的手磨的山葵 帶個吃熟松葉蟹 飽滿然後很完整的松葉蟹餃 下一個還是紅甘 中間還有一條紫蘇葉 紫蘇葉那個獨特的香氣超加分 因為我自己就覺得紅甘是一個沒有什麼味道的魚肉 所以我覺得加上紫蘇葉去點綴 非常good 下一個吃生切干貝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不太喜歡咬中間那個干貝的舌頭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部位 但是我都稱它為舌頭 就是會有一個地方比較硬 干貝好吃是好吃 新鮮也新鮮 入口也有一定的甘甜度 可是我咬到最後 鼻箱後面你會聞到一個微微微微的腥味 這個大生蝦我也擔心它會有腥味 硬要把它掰開吃那個尾巴肉 謝天謝地它完全沒有腥味 然後它的口感就是一如往常的perfect 咀嚼過後會變成一個 綿綿綿綿綿的那種 讚 我之前在美登麗那集有說過一個我自己的信仰 但是應該很多人沒有看過那集 因為那時候我訂閱數很少 想知道一間壽司店好不好吃 吃它的玉子燒就知道 如果它玉子燒做的好吃 那它的壽司是八九不離十也是好吃 微微的甜度 但很細緻 重點是我一直都很喜歡它 微焦蛋皮的香味 來到了最後一塊 捨不得吃的鮪魚中腹 Oh my god 你看它那個油花 我不能形容它是入口即化 但基本上你只要稍微輕輕地咀嚼 它那個油花整個鮪魚 就會在你口中融化 吃完了第一盒 我剛去外帶的時候啊 它基本上你是不能進入那個店裡 因為美登麗門口它弄了一個桌子 讓你結帳啊拿餐什麼的 動作算很快 不需要在那邊待超過五分鐘 而且它還很貼心 有附保冷劑 反正我覺得這個消費體驗是不錯的 可是它的價格真的是 畢竟你沒有享用它的服務 而且它原本店裡的那個套餐也沒有的話 我就會覺得稍微有點 只是很划算 但它的品質還是很好 就是跟店裡吃到幾乎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等下一餐 YA 來了第二家金澤舊司 美登麗是電化的 然後它是有網址可以直接點選 它顯示說要等大概20到30分鐘 可是我點完10分鐘之後 就接到它打來說已經好了 可以去拿了 所以它動作其實超快 一樣是10罐 外帶送了一罐原味的烏龍茶 雖然這也不是什麼多貴的東西 但你得到一個贈品就會覺得Kimoji蠻好的 依照慣例先來吃海苔的 然後它海苔剛好是我不愛的蔥花鮪魚 所以我們就是趕緊把它解決 它其實鮪魚放的滿滿的耶 美登麗蔥花鮪魚比較像是中樹那種 非常有油花 很軟很軟的 這個就比較偏向是刺身 就是會有一點點魚肉的口感 以蔥花鮪魚這個品項來說 我會比較喜歡這種用刺身做的 它的玉子燒是做成壽司的 香氣也是滿濃的 吃起來比較鬆散的感覺 就是你咬的時候可以明顯感覺到孔隙比較大 再來吃松葉蟹 三隻腳了耶 嗯?普通耶 我覺得沒有什麼蟹肉的甜味 不是緊實的蟹肉 吃壽司就是要配無糖茶 下一個來吃白生 它的魚肉是黃綠色的 然後魚皮的部分是非常亮的銀色 嗯!好喜歡耶 拖泥帶水的魚 咬下去的口感是Q彈脆口 就是你一咬下去就會立刻斷開 喔!我很喜歡這種Q脆Q脆的魚肉 大家知道醬壽司的 壽司長大生蝦的口感跟味道嗎? 就是那樣 沒有不好吃 只是它在一個700元的壽司盒裡 稍微在跟我開玩笑 這青乾很新鮮耶 新鮮的魚絕對都是好吃的 鮮味又有那個甜味 而且口感很棒 醋飯捏得滿緊 可是它的緊又不是讓你吃下去覺得 嗯!一整坨飯 咬下去還是粒粒分明 嗯!它干貝比較好吃耶 就是很軟然後有甜 我很喜歡把醬油 剩入花枝切紋的每一寸之膚 我吃花枝就是想要追求它脆Q的口感 希望它可以讓我滿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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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甜耶 一咬下去是軟的 但又帶點脆感 繼續舉起的時候會有黏黏感 然後唯唯就會有它的甜味衝上來 這可能是我吃過最好吃的花枝耶 連兩次都把中腹撩到最後 你就知道我多喜歡吃鮪魚中腹 我剛剛看它肉的紋路 我以為這一口吃下去會筋感很重 但剛剛完全沒有 最後的中腹 希望它不要讓我吃完 因為它看起來其實是稍微有點筋的 它滿筋的 但它中腹的油花我還是滿滿意的喔 可是一直咬到筋真的很爽 金澤丸石肉的品質來說 有幾個像蝦子是有點失望 但是它有讓我超驚豔的 就是它的花枝 Oh my god 還有那個白身 喔!就是你還是會因為這個餐盒而感到快樂 可以試一次看看 而且它還有其他比較便宜的品項 看起來也都還不錯 哇! 第三家 和點壽司 和點壽司我在內湖的店吃過一次 我覺得它比較像是 在高級一階版的上壽司跟壽司狼 它的包裝是用木盒 我剛剛發現它的醬油居然跟金澤 是用一模一樣的醬油 都是這個牌子 一樣先來吃軍艦海苔雙胞 而且它甜蝦超級多汁 很有誠意耶 第一次就吃到好吃的心情特好 好甜喔這個甜蝦 它口感很像迷你的牡丹蝦那種等級 Oh my god 鮭魚卵肉眼看比較小顆一點點 比這樣沒有那麼鹹 甜味比較明顯 然後它卵外面那一層膜 稍微比較堅硬一點 不會你一入口然後輕輕一壓它就爆開 可是它稍微有一點點用力它才 接下來是前面兩個便當都沒有出現的品項 阿良將軍最愛的 筆木魚齊邊 吃進去是脆脆然後需要嚼嚼嚼 咀嚼過後舌根就會聞到筆木魚肉的香味 我果然還是比較喜歡有炙燒 一入口就會油化開的 它的飯捏得很緊 比前面兩家都大顆 然後口感比較黏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 接下來輪到是赤蝦先生 這就是我要的大赤蝦 再來是玉子燒 它屬於表面有一點烈烈的那一種 調味是我喜歡的 參加裡面最好吃的魚燒 再來是目前第一個出現的品項 它是海螺 口感超像蒟蒻 好脆喔 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好神秘喔 我第一次吃海螺耶 接下來是模型鮭魚 它的色澤滿漂亮 喔喔喔喔喔喔 散了要散了 從北海道干貝です 見過太多了 軟嫩甜口 它就是一個表現良好的干貝 OMG 還好我及時發現 剛剛不知道為什麼最後兩罐的答案直接不見 我只好是用口頭來補充 倒數第二罐的魷魚 我覺得它的口感不是我喜歡的 因為它搖起來有點像塑膠片那樣搖 好幾下都搖不斷 然後又有點黏黏酥酥 再來是最後一個的 鮪魚中腹 居然沒有拍到吃下去的反應 總之那個鮪魚中腹呢 它跟前面兩家的差別是 色澤比較不像是中腹 而且是有用刀畫過 沒想到吃下去口感好到不行耶 真的是很軟 然後和點錯吃的外帶感受呢 我覺得它也是動作超快 從金站一樓到三樓 結帳拿餐再回到一樓 我花不到五分鐘的時間 真的非常速戰速決 前面兩家的價錢如此之貴 但包裝我覺得沒有它的好 美德莉直接給我用一個隨便的塑膠袋裝 金澤因為它是在SOGO裡面 所以它是用SOGO紙袋 和點雖然也是在百貨公司 可是它用的是他們家自己品牌的牛皮紙袋 所以一拿到你就會覺得 好像質感比較好一點 然後因為和點現在外帶有九折 這一盒才504 我真的是覺得很划算 好的那我已經吃完了三家輕奢版的 防疫期間外帶壽司便當了 應該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我最喜歡的就是第三家的和點壽司 因為相比之下 它的CP值真的是太高了 以它的品質跟它這個餐盒裡面的壽司種類 還有它的價錢 我會覺得它的CP值非常可以 但是大家各有所好啊 你還是可以依照我剛剛開箱的賣相啊 壽司種類啊 去選擇你想要買的壽司餐盒 或是你比較沒有那麼捨得 花這麼多錢在吃壽司上的話 可以等我的下一集評價天 這三個壽司便當真的是 花了蠻多的預算了 所以請幫我把廣告看完 或是瘋狂的分享這支影片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 也可以在留言底下跟我分享 你要想要看哪一家壽司開箱 或是你覺得哪一家感覺最好吃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